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照会议议程 李克强原本应做十分钟的质词 而在听到荣克主席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马尔姆斯特伦 先后表示 2017年欧盟对华投资出现下降后 李克强打破既定议程 表示希望多听听欧方企业加意见 你看这算不算打破会议规则 李克强侧头问荣克 这对我们来说绝对是有利的 荣克回应道 我们有问题就解决问题 不搞空谈李克强这番举动 显然让与会的二十多位欧方企业家代表有些意外 现场出现了短暂停顿后 法国空撤中国区总裁首先发言 表示企业在华发展 得到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请直接说问题 李克强打断他的话说 那我就提三个问题 这位企业负责人说 第一是由于企业生产进度和政府批文速度脱节 导致许多可以交付的飞机 却只能在工厂晒太阳 你知道这件事吗 这样做有没有违反合同 李克强当即扭头 询问有关部门负责人 并表示中国将对已经签订的合同按时履约 同时加快行政许可审批 但我们也对你们企业提一条要求 那就是要绝对保证安全和质量 李克强说 安全永远是首要任务 对方回答 但如果政府批准慢了 就很可能会影响交付时间 这是我知道的 李克强表示 我们有问题就解决问题 不搞空谈 那加勒方企业可以告诉 你们在中国遇到过被迫转让 或被窃取知识产权的经历不久前 李克强刚刚结束对德国访问 期间两国总理不仅共同见证了中德签署 关于自动驾驶合作的联合意向声明 还共同登城体验一辆中德合作研发的自动驾驶汽车 宝马中国区首席执行官 因此对李克强说 宝马也参与了不少自动驾驶合作项目 其中就包括参与共同制定产业标准 您是否认为共同制定标准 共同研发会影响知识产权保护 李克强问 我们对知识产权保护没有问题 我们希望与中国公司更紧密合作 这位负责人说 我特别想听听 哪家楼方企业可以告诉我 你们在中国遇到过被迫转让 或被窃取知识产权的经历 李克强紧握右拳手 也好让我们下重拳解决 因为现在不知道该往哪里挡 就在此次圆桌会议开幕之前 李克强总理刚刚与欧洲理事会主席 图斯克 欧盟委员会主席融克共建记者 李克强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中国将严格保护知识产权 绝不允许强制让来华投资的外企转让技术 对侵犯知识产权者要加大加倍惩罚 对乐意侵犯知识产权者要重罚直至倾家荡产 哪家企业在中国遇到过不公正待遇 特别是被严重侵犯知识产权 都可以向我本人和在座的部长们直接反应 我们一定坚决以罚处理 李克强说 中国将继续放宽市场转步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对于荣克主席和马尔姆斯特伦提出的 与欧盟对华投资下降问题 李克强回应了一组数据 2017年欧盟新增对华投资82.9亿美元 中国对欧新增投资75.7亿美元 2018年1到3月欧盟新增对华投资16.9亿美元 中国对欧新增投资14亿美元 截至2018年3月欧盟对华投资存量1,219亿美元 中国对欧盟投资存量806.3亿美元 可见两者差距还很大 这组数字说明欧洲对华投资有实力 更有潜力 李克强说 中国将继续放宽市场准复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在此前举行的记者会上 李克强表示 希望欧方保持双向开放 为中国企业对欧贸易投资 创造公平、透明、良好的环境 袁桌会议开幕之前 荣克主席没有用英语 而是用法语发言 他解释说 这是世界杯足球赛冠军的语言 我理解 荣克主席这是在向大家暗示 请让我们首先以热烈的掌声 做客欧盟成员国之一 法国夺冠 李克强最后这样 回应荣克开场时的发展 中欧企业家袁桌会议 虽然不是世界杯足球赛 但也应该拿出奋勇争先的精神 和遵守规则的态度 我祝中欧企业家袁桌 会圆满成功